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也布了一颗铁线帘 是蓝光 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可能我们这个地方的位置有一点偏 可能会把它挖出来放到前面 但是还没有决定到底是怎么样 为什么呢 就大家看到比较乱的那个一对位置 我们想造一个小房子 那这个是一个西晒的阳光 大家都知道铁线帘的根啊 是不能太热的 但是它的枝呢 是喜欢西洋的 所以呢 我就有一点担心 就是这个地方阳光会不会不足 再观察一段时间嘛 毕竟今年德国的夏天来得太晚了 所以也不知道阳光 它到底具体的一个光照会怎样 因为还涉及到这棵树 它遮阳的一个情况也是蛮厉害的 所以看看等待一下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以后呢 我终于还是决定把那颗铁线帘给挖出来 然后再放到这个位置上面来 邻居的一个风格的一个石头墙 那在这下面呢 我放了一个花盆 这里面已经有一颗铁线帘和两株矮切牛 那我现在就会准备把那个 已经挖出来的铁线帘种入进去 现在呢 我们开始一个准备工作 我呢 把之前覆盖在上面的树皮 全部给挖出来了 那树皮也是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 那先把它放到旁边 然后呢 我会把这颗矮切牛给挖出来 矮切牛在这里的作用 只要起到一个根部的遮阴的作用 那这颗矮切牛买的时候是非常小的 现在已经有三到四倍大小了 长成 大家也看到它的根系 也已经慢慢的充实起来了 我不停的在摘心 所以呢 它长的一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那然后呢 会把这个地方的土挖松 然后放入我们的 已经挖出来的铁线帘 那现在大家看到这个铁线帘 是我从树和屏风之间挖出来的 上面的枯枝呢 我还没有剪 先把这个根 这样子比较好的一个 铺在这个棚里面 尽量让它能比较舒展的 放在这个位置里面 以便它后面根系的舒展 比较容易一点 那这个铁线帘呢 会在这个铁架子这个地方 继续让它生长 那我现在呢 已经把它种进去了 然后呢 也把这个矮牵牛 植在了它的前面 矮牵牛的作用 就是起到一个遮阴的作用 那移植的工作呢 现在已经结束了 我呢又把树皮全部的 覆盖到土上面去 再轻轻地按压一下 保证它跟土壤的接触 完成它一个遮阴的作用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阔鱼啊 它是一种害虫 它呢是专门吃树 叶片和它的根部的 不知道为什么 它会跑到这个棚里面来 可能是之前的棚图 没有处理干净 那在挖的过程中呢 我找到了它 然后我就把它给扔到了 枯枝的棚里面去 不要再让它来吃我的花了 那最后的一步呢 就是给盆土浇透水 一次性浇透 让它呢 更好的吸收水分 然后充分地生长 那这个水呢 一定要一次性浇透 然后呢 让土壤更 更系更好的贴近 让它慢慢地生长 那希望这颗多兰 在这个位置上 能好好地 跟另外一株铁线来共生 然后把我这一面墙 都能爬满 爬满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观看